再來看看這個戒指 哇 它很可愛 為什麼 因為上面有很多顆 很bling bling的小鑽 是不是 我非常的喜歡 還是彩鑽 這裡頭有 我看到有黃的 但它黃的是有淺黃 還有比較濃郁的 然後也有白鑽 每一個都不大 但是都很亮 據說是你精挑細選 是 因為 當時我們節目的廠商 有一個是賣彩鑽的 然後當然節目會有一些東西 需要比價嘛 或者是比較的東西 所以它就拿出它 就是以前保險箱裡面的一盒 就很小彩鑽 有各種顏色 然後我覺得好漂亮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彩鑽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用這些做一個戒指 然後我就請他幫我設計做這個 所以你自己一顆一顆挑是不是 對 是一大盒裡面 然後我自己挑 挑了大概21顆這樣子 然後他幫我做的 然後我當時還嫌他做得好像難戒 好重喔 因為這個戒指非常重 是丟到桌上會痛 打人會痛的那一種 但是你聽了前面 剛剛那個匪醉的戒指 沒重量不行 你就會發現打人會痛是好事 是 對 老闆有沒有說這幾K 18K 所以這樣做起來 加上這一些小賺的成本價 加起來要多少 因為我那時候要結婚 他算我5萬塊而已 5萬元而已 對 是 然後我覺得戒指很重 然後老闆說 我以後應該會感謝他 金價掌的時候 我不知道會不會感謝他 對 看得出來這顆戒指是手工台 應該有18K 因為既然用手工做 他就不會省什麼料了 然後另外選鑽 就是什麼鑽都有 感覺上 那品質看起來都一般般 還行 大概總重量應該 我看大概一顆拉半左右 差不多 是 這顆的鑽石戒指 我們也評估一下 好 來 我們評估看看你的眼光 我們正確的 請見價 8萬元 恭喜 這個老闆是真心的耶 很實在 這個老闆很實在 對 老闆非實在不可 是不是因為金價最近好 不是 因為 他們是老闆的搖錢樹 他們在攝影機前面 會幫老闆把這個產品 形容得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 老闆賣的東西 沒這麼實 他身為他在前線親自踢 對 為了要 犒賞他 特別定做這個給他 建議你現在拿著 好 看他的側面 側面 他的側面這邊是 比較扁 比他旁邊還要扁一點 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們做珠寶 一定要掌握一個角度 就是 你一定要有頭部 像這個戒指的話 上面是有頭部 是比較高的 然後要有肩部 對 然後這個戒指這麼大 它還有腰身 所以戴起來的話 完全符合人體工學 那這個的話是 那些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些鑽石 那些鑽石選得漂亮 顏色好 對 但是呢 這樣做有點可惜 然後呢 他的做工的技巧呢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相公師傅 要看一下就是 一定要有肩部 這個要高 要高一點 然後呢 往下面垂墜的時候 這邊稍微有一點 肩部 這邊頭部 有頭部有肩部 然後腰身再下來 再過來的話就是 我覺得你的手很漂亮 來 手給大家看一下 也讓大家看 它就是 根本就是手磨對不對 那我們 看看剛剛那一顆淡麵 那顆淡麵呢 我覺得戴在他的手上的話 單獨戴一顆 有點老氣橫球 我把這一個 剛剛的這個採鑽的戒指 我把兩個放在一起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是一個 類似像 黃罐的樣子 哇 你戴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好美喔 漂亮耶 你單戴也可以 或者是你 永遠把這一個 黃罐配其他的主食 都可以 對 該當配件的時候 我們好好運用配件 是 那我們也不搶了風采 可是呢 兩個戴在一起的時候 是 因為你的手型很漂亮 是 修長 是要帶寬一點 對 把它改成這樣 有曲線 不要太標準了 是 太方了 很漂亮 馬上女王感覺就出來了 對 對不對 很好 不錯 這可以納入考慮 再來 今天最後一件 是 第一個先點點看 有重量 紫羅蘭的皮修 是 沒錯 它也是有帶一點綠色的 有一些地方 對 有一點春帶彩的感覺 是 感覺也很吉祥 是 而且像你們之前在做購物品 或在當櫃姐 一定都很相信 皮修帶彩 沒錯 我自己個人就養了很多支皮球 然後其實在購物台也很流行 像我們有一個 學長姐都有 對 某知名場代 它也是家裡好像 據說有100對 對 但是它也是蠻會賺錢 然後我就看到大家都有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像也應該 可以來收 對 要有 然後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有這個皮修之後 我自己事業也是越來越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支的話 其實是當時我們一個購物專家 他要搬家 對 那他要搬家的話 他家裡就是有一些東西 要整理 購物專家齊房 對 然後他搬家的時候 他就有Facebook發文說 他要割愛一些東西 然後透過 就是我們的廠商聯絡到他 跟他購買 那他給我一個很便宜的結緣價 多便宜 8千 唉唷 這真的是結緣價耶 對 因為現在你光是請一個師傅 要幫你雕 可能8千都不見得有 那他自己有沒有說 當初買多少 在哪裡買 他沒有說 但是你看了就覺得 對 我就要他 對 而且他長得很可愛 養一隻皮修 對 好 很多人都買皮修 金的 銀的 玉的 雌的 反正就是家裡都要 好像要養一隻皮修才會發財 是 對不對 那皮修真的會讓人發財嗎 我覺得有耶 有幫助 冥冥之中有幫助到我 就是增加你的信心 對 是 所以我到一個朋友家 他也是一個藏家 他的皮修大概 可能有 是 是 滿坑滿谷 但是 他還常來當東西 哇 所以說 所以說 養皮修 也許會增加你的 那個 自信心 能量 但是 還是要靠自己 對 這根皮修 它 是紫羅蘭 對 我覺得質地都不錯 沒錯 但是它雕的稍微有一點 缺點就是 它這塊石頭 不是說 很完整 怎麼說呢 你看它的 它的這個 臉 這個鼻子這邊是平的 比較扁平 扁平 扁平的原因 不是說它雕不出來 而是說 它這塊石頭就受限了 所以這個是它的缺點 其他我覺得都還好 那這隻皮修 你說它是皮修也好 或者是獅子也好 反正 它是個吉祥獸 是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來 皮修到底價值多少 請見價 一萬兩千元 可以 今天發現 其實周小姐 捐帶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 都小小賺 是 然後公公的這個 紅寶劍大賺 所以我相信 你這條路 應該會繼續投資下去吧 對 就算生了你們 還是要繼續買 不要只買那些什麼奶的料理 我覺得要爭取公公那個 十克拉的鑽石 沒錯 謝謝 我們等你帶著它來上節目 好不好 恭喜 謝謝 謝謝 恭喜你 謝謝 謝謝